江主席 李秘書長 柯副秘書長 李副秘書長 貝總召 黃副秘書長 還有各位中央長部的主管 各位中常委大家午安 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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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特別要跟各位表明 原來呢 我是抱著救黨救國的心情 所以要參選國民黨主席 不過呢 既然黨章 或是你們的黨的選舉辦法規定 一定要一年的黨令才可以選國民黨主席 事實上我的黨令很久了 我從18歲了 入國民黨 到要離開國民黨主新黨 那已經二十幾年了 其實我有二十幾年的黨令 不是一年的黨令 只是重新加入國民黨不到一年 那今天 很高興 很榮幸來中常會報告 在報告之前呢 我想先表明我的立場 就是 大家不必麻煩 也不必修選舉辦法 我不會參選國民黨主席 那不管你修或不修 我都不會參選國民黨主席 因為報國之路不是只有你 報國的路很多條 那我之所以越歷 從出江湖 事實上過去這幾年 有很多的機會 我可以這個重談政談 但是我都婉拒 但是最近呢 我實在看到 國內的情況 危機重重 兩岸呢 兵凶戰危 非常的兇險 情勢這麼樣的危機 但是人民呢 大部分人民就是混混合合 心所未為很緊張 民進黨執政了五年齁 完全執政 完全亂政 國民黨是以黨建國 民進黨 以黨竊國 搶地盤 搶位子 太息紛張 吃相難看 我想這一點大家都知道 兩千年陳水扁第一次執政 在八年任內的充分曝露的民進黨 只要金權不顧人民 五年前蔡英文第二次執政 因為完全執政 完全亂政 變本加厲 民進黨真的是什麼話都敢說 什麼事都敢做 他們幾十年前批評國民黨叫做威權政府 那我們看民進黨為不威權 當時他們要求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還把鄭南董的治本那天呢 4月7號定為言論自由日 但是民進黨一旦拿到權力以後 居然敢在21世紀的民主台灣 大辣辣 赤裸裸的把中天新聞台 把他沒手 川普再怎麼討厭CNN 他也不敢把CNN關掉 幾十年前黨外人士要求 黨政軍退出媒體 他們執政以後立刻搶進 現在的民進黨幾乎已經控制了所有的媒體 幾乎 除了少數像我這種齁 不怕死的齁 什麼都不在乎的 大概他 要影響媒體 他兩個辦法 一個是NCC控制 一個是呢 給錢給鈔票給廣告 棒子如烏蘿蔔 雙管齊下 在台灣 不要在末台有什麼媒體自由 請問 他以前批評國民黨威權 這不叫威權 什麼叫做威權 我們常常講說 司法是人民最後的靠山 是社會正義最後的防線 但是現在 現在法院是民進黨開的 陳明文在高鐵 掉了三百萬的手提箱 三百萬錢不少 很多人說至少有洗錢的嫌疑 但他以前的律師 現在的保護次長居然說 每次不超過五十萬就好了 你是叫人民洗錢嗎 這什麼話 再看看黨產條例 居然憲法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行政跟司法必須要分權 要分 分離 我們的大法官 十五個人居然表決全部核心 十五個人沒有一個有反對的意見 這些大法官 怎麼在大學裡面教他們的學生 最高行政法院 那是保障人民最後的 最重要的一個機關 他的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長 居然那叫什麼 吳明洪 居然是蔡英文的表姐夫來出任 原來在台灣 司法是為民進黨服務的 各位 這不叫威權 什麼叫做威權 幾十年以前 國民黨罵這個黨外人士罵國民黨說是黨國不分 但是就算是這樣 至少呢 有幾個部會 經濟部啊 財政部啊 交通部啊 農委會啊 他們 下面的事業 事業單位或財產法人 他們的首長基本上也都是有經驗的 專業的人士來出任 所以好幾個經濟部長 就是國營事業的董事長來幹 我們都熟悉權 台電 趙耀東 中鋼 李達海 中油 很多都是這樣出來的 那現在呢 民進黨一卷贏 大家都集在牆位子 分底盤 我們就拿剛下台的林佳龍做理財 他就當交通部長 馬上他就安排他的人道部裡 甚至部外 包括交通部下面的公司 財團法人基金會 然後呢 把錢頒給網軍 然後呢 社員團體 裝腳 全部都下去了 而且呢 還有一個更新的方法 就是成立一個公司 成立一個公司 再找自己人去經營 不是有監督喔 立法院管不到嗎 這叫做心無鬼愛運 很有名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嘛 農委會的農發公司 不就是一個例子嗎 農發公司就是這樣 再另外成立一個公司嘛 立法院管得到嗎 黨國議題是造成現在貪污 最重要的原因 大家都聽過 權力使人腐化 絕對的權力使人 絕對腐化 這從英文來的 power tends to corrupt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 難怪民間現在流傳一句話 大家聽過沒有 說國民黨以前貪污是用 湯匙 民進黨現在貪污 是用灌手 發臉 太土格 不信的慘劇 那個 最後的後手叫什麼 李逸祥 民進黨黨員啊 當過民進黨黨代表啊 兩制違法被判刑 民進黨執政五年 他居然有辦法拿到 十七個案子好幾億 已經關了 他說主委已經叫我關了 所以 我們現在看的都只是冰山一腳 新冠肺炎的疫苗 肺炎委員在立法院質詢很多次 原來一個公司 林權的 意思來說 可以用一個什麼透明的價錢 去買BNT 結果呢 跑出一個無性的立委 殺出來 結果BNT就沒有了 我們現在買AZ 第一批 疫情 那個效期剩三個月 所以韓國不要 第二批 效期剩一個多月 就是荷蘭不要 結果搞到現在三十一萬劑 我們打了才四萬劑大概 都不知道怎麼打 將來還要來怎麼辦 那問他說 啊每一劑多少多少錢 不能講 因為講的會影響我們國際的採購 鬼打架影響什麼國際的採購 這中間有沒有貓地 這最後有沒有貪污 大家去想一想 怎麼會沒有呢 這就是發國難財 趁機發國難財 是非常可惡的 各位朋友 隨便舉例子 比比皆是 民進黨是一個新的三星集團 哪三星 新威權 新貪主 新黨國一體 更糟糕的是 你如果治國好好自言罷 他們對治國完全亂罷 在兩派神主派 第一個爆了台獨的神主派 全力推動反中 仇中 用各種方法來羞辱中國大陸 全世界現在沒有人用武漢病毒 中國病毒 台灣還在用 後來呢 WHO說不要用啦 他們還用 拜登上來說不准用啦 他們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呢 他們現在不講 只會進去講Covid-19 他講個英文 很多人聽不懂 Covid-19是下面話歌 废委員在這裡啊 江澤民在這裡啊 你們應該要求 用中文講 不會講中文啊 民進黨的反中仇中 已經把台灣推到非常危險的境地 政府也不告訴人民 人民傻傻也不知道 另外呢 民進黨抱著反核的神主派 明明知道到2025年 他的綠電達不到20% 明明知道到時候 按照他們的做法一定會缺電 明明知道一定會增加空氣的污染 明明知道會讓更多的我們的台灣人民得到費限來 但是他就是要這樣幹 他跟外商那個風電廠商簽約 將來我們要花一兆付電費 那個錢哪裡來 他還跟我們講說 電費不會攢 大家放心 真的是齁 謊話連篇 搞愚民政策 各位好朋友 我曾經在世界地區 4月20號三問蔡英文 問他三個問題 到現在沒有回答我 第一個問題 你告訴我2025你的綠電可以到多少 你幹了五年總統 到現在綠電5% 4%還是馬英九那時候搞的 蔡英文5年只剩下1%的綠電 2025要20%的綠電還差15% 你任期剩三年 你怎麼過在2025之前能夠達到20%綠 你講給大家聽嗎 那你告訴我們達不到你要怎麼辦 你不能騙下去 我2024年我就下台了 2025不管我的事吧 怎麼不關你的事 另外歐盟在2023年就要開始徵探稅了 我們有沒有這個制度 我們有沒有探稅 立法的沒有 將來要徵多少 你才能告訴我們啊 你什麼時候要搞探稅 怎麼樣實施這個制度 另外2025年的時候 你告訴我綠電有多少 德國規劃最後綠電是80% 2025台灣會到多少 另外全世界現在有128個國家都已經 宣示 2025年要達到碳中和 碳零進排放 他要達到中和 你呢我們呢 他能告訴我們啊 我們是什麼時候 2025年能不能達到碳中和 我們每天講說 國際欺負我們啊 不要蔡英文去參加這個 不要我們參加這個 很好 兩件事情 第一個呢 我在這邊也鄭重的 要求蔡英文 立刻跟美國日本要求 WHA馬上要開會了 要WHA 要美國日本幫我們提案 讓我們進WHA 不要口碑死不治 美國日本提案啊 你不是找個小鬼去提案 你美國日本帶頭提案 不是對我們好嗎 我認為國民黨應該要求啊 美國日本蔡英文 蔡英文你來提案 你不是跟他們都很好嗎 要求他們啊 第二個 你蔡英文如果被邀請 參加世界的暖化會議 你敢不敢承諾 2050年台灣碳 碳中和 淨零排放 你敢不敢要求 如果今天我真的請你敢不敢 除了今天還有水 台灣倒水貿 這兩天下雨希望能夠解決 民進黨八年編了 2058億的治水預算 還把農田水利會都充公了 他怎麼告訴我們 他說民進黨可以創造一個不缺水 喝好水 不淹水的環境 還是缺水啊 預算是執行一半啊 為什麼還沒水喝 因為他在搞什麼路燈啊 景觀啊 眾花這些工程 真正重要的核心的這個清淤啊 這些工程他都沒做 都做得很少 民進黨又編了4000多億的預算 錢灘計畫 錢灘計畫 八年8000億沒有4000多億 是軌道工程 結果還發生太無隔的殘局 那錢用到哪裡去 很大的錢欸 民進黨拼金其實有兩招 撒錢 凍掌 但是連撒錢都不會撒 很多真的需要的人拿不到錢啊 拿到的錢不一定需要啊 所以在民進黨的執政下 我的結論 第一個不能制衡 國民黨制衡不了他 沒有人制衡不了他 不能制衡 然後呢 沒有功利 沒有示非 沒有照顧弱使者的生活 沒有尊重民主 沒有對和平的堅持 四個沒有 一個不 人家以前叫做四副也沒有 現在一步是沒有 民進黨現在是一步是沒有 現在的情況 說實話 獨立機關不獨立 行政機關不中立 經濟太靠大陸 比馬英九時候還靠 現在44%的外銷 是外銷到香港跟大陸 經濟太靠大陸 軍事太靠美國 用反中來掩飾他的無能 用親中給國民黨戴帽子 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養不起孩子 現在年輕人是不婚 不生不養 年輕人後 老人過得好嗎 也不好 老年人也過不起好日子 獨老的 平老的 不能好好中老的 筆筆結實 各位朋友 民進黨這樣 再這樣胡搞下去呢 台灣怎麼辦 我們的下一代怎麼辦 國民黨又要怎麼辦 每當想起這些問題 就會想起國父孫中山先生 講過的一句話 午夜思維痛心疾愁 我們要問 五年來 人民的生活是過得更好 還是過得更不好 貪腐是更嚴重 還是更減少 房價是更高還是更低 生育是更多還是更少 空氣是更乾淨還是更骯髒 兩岸關係是更好還是更快 軍事衝突是升高還是降低 連八家將都要出動 你說我們的兩岸 到底可不可憑 各位朋友 民進黨幹得這麼爛 國民黨為什麼選舉會輸呢 要幹這麼爛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就贏啊 為什麼國民黨會輸 我們不能只講民進黨 比相加我們自己 對不起齁 我也歸納出幾點 第一個 國民黨太老太保守 不敢突破 沒有新意 墨守成規 暴殘首缺 不接地氣 禮益人民太遠 你們真的知道 人民過了什麼生活嗎 你們真的知道 人民心裡想些什麼嗎 第二 已經在野了 還以為自己在執政 抗爭也不敢 立法院沒幾個戰將 三十八個立委不能一條心 那就是不同的意見 任何一個案子提出來 都有不同的意見 這很奇怪啊 在立法院民進黨少數的時候 也聽民進黨 國民黨少數的時候呢 也聽民進黨 第三就是 我講的 左怕民進黨 右怕共產黨 也不敢大聲說錯 國民黨 對台灣有什麼貢獻 我國民黨的主張是什麼 都不敢大聲講出來 民進黨不好就大膽批評他嘛 就說不能批評 要辯論來辯論嘛 對不對 這個要打架嘛 我剛到立法院的時候 兩三百個立委 民進黨只有八個啊 搞得立法院天下大亂啊 怎麼不行 什麼叫不行 朱高中一個人就把你法院搞得天下大亂啊 你國民黨在野有這樣的勇氣嗎 有動輒趕上街頭嗎 你在野黨就是要有在野黨的樣子嘛 你在野黨你不是執政黨 因為你是執政黨 執政黨 我給你一個簡訊給他 我說你要站出來講話 要征援香港啊 逼一天逼好幾次 最後才在傍晚發一個新聞稿 你發新聞稿什麼用 出來開記者會不會啊 所以人家說你輕忠 沒有冤枉啊 你這關鍵是你敢出來嗎 你敢共產黨不可以講他嗎 為什麼不敢呢 為什麼不敢呢 現在變了小的不支持 年輕人不支持 老的也不見得支持 老的都支持啊 年輕人不見得支持啊 好 民進黨給國民黨戴帽子的親中賣台 那時候我自己還要往裡面跳啊 親中 為什麼不能講我是親媒 我什麼親中呢 我是親美和中啊 我跟老共跟中國要不和平啊 他那麼近離我那麼近 我剛剛當然要和平相處啊 那你不要和平要戰爭嗎 這道理有那麼難講啊 我是友好北京 跟北京我友好 但是我不討好 我不必討好 我不必卑躬屈膝啊 大家平起平坐 我們一定要記住啊 台灣兩千三百萬選民 才是我們的選民啊 我們生於是長於是 靠的是台灣啊 國民黨內鬥內嗎 外鬥外嗎 經常見面手牽手 見面小迷迷 背後下毒手 我想你們都知道 搞省級分化 民進黨搞省級分化就大了 而且現在其實新的一代 也越來越不在乎這個省 國民黨也搞省級分化 這是讓人很生氣啊 為什麼 我這次買國民的на就有人講 - 花省人又回來啊 花省又回來啦 生花省欸 什麼花省欸 我生在台灣 喝台灣水 吃台灣米在台灣 rant 中來媽菜 thermal在台灣 什麼花省分化 就是 民進黨搞就算了 國民黨也搞這個東西 你們自己滿心之文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聽過 趙華剛回來的 外省人要回來的 有沒有 很多人跟我講說 你一定要選國民黨主席 你不選黨主席 到時候那個黨機器動起來 會把你修理得很慘喔 現在這些人說他不選中共 現在都會變的 你一定要選 否則你就知道厲害了 告訴你 我就偏不信邪 我就是不選 要說看看 看看怎樣 各位 團結齁 我們都不一定會贏 不團結一定輸 2008 國民黨所以能夠贏 是因為團結 2016 國民黨輸 不團結 2020 輸 也是不團結 我們真的要檢討 我們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以人民的心為心 以人民的苦為苦 國民黨一定要痛定思痛 徹底改革 怎麼改革 什麼叫痛定思痛 選舉贏就贏啦 選舉贏就贏啦 選舉贏那麼簡單嗎 欸說簡單簡單說那也很難啦 就是兩個事情 人對 政策對的就選贏 人不對 政策不對的就選輸了 人對了 政策不對的也不行 政策對 人不對也不行 我想各位有很多次選舉老鄉應該知道 那國民黨 我認為有三大改造必須要做 政策 團隊 制度 先談政策 我選你當執政黨 你執政黨以後對我有什麼好處 到底要幹嘛 八個我主張 兩岸和平 年輕人不必送死 現在年輕人真的是在場上送死 經濟繁榮 以世界為市場 我們不排斥大陸市場 但是還有世界的市場 社會正義一定要保護弱勢者 永續發展 環境權要超過一切 我們外銷就算再多 經濟再好 環境破壞 值得嗎 第五 要照顧青年 讓他們買得起房子 養得起孩子 第六 改革教育 要加重季職訓練 現在滿街都是大學生 沒有一季之長 第七 中美等聚 蔡英文現在是完全報名過大 我主張廣東美等聚 AIG有官員來看跟我講說 我們也不是支持民進黨 我們也很擔心民進黨 現在一黨獨大沒有制衡 我們也希望你國民黨能發揮制衡的力量 他現在很擔心 一黨獨大是很危險的事情 那我就覺得很簡單啊 國民黨以前有駐美代表 為什麼現在就沒有人 有那麼困難 我們那麼多劉美的這個學界 巧姐 那麼多優秀的人 我想也不會花很多錢啊 很多人一定也很願意義務來做 你做一些在美的我們國民黨的代表 也可以跟美國人溝通嗎 現在只有看到小美琴他們在做啊 國民黨為什麼不溝通呢 北京我為什麼不能去設辦事處呢 我既然等去啊 我華盛頓可以設辦事處 我北京也可以設辦事處啊 那時候鳳梨一出來 到底是真的 是政治問題還是蟲呢 馬上辦出你的聯絡啊 為了台灣的人民好啊 那就是真的為了兩千三百萬的利益啊 那別人怎麼給你戴帽子 而且我是等劇啊 我是兩邊平衡啊 那你這個也不做 那個也不做 那實際上什麼意思呢 第八 尊重文化 振興文創 重視表演與主 台灣可以選一個流行歌曲 大陸你到現在他們什麼 什麼演唱啊比賽 唱的都是台灣人的歌 慢慢沒有啦 這麼重要的規報 我們把它丟了 多麼可惜 團隊 剛才講的是政策 團隊就是分工合作 各司其職嘛 我真的有一個夢啊 我也在努力啦 譬如江啟臣 廢紅蛋 趙召咖 韓國瑜 朱立倫 還有其他的 但他站在一排 讓大家看 這就是影子團隊 就是影子內閣 就是現在執政的時候的 重要的這個幹部 黨員多麼振奮 為什麼不能做到 這個不相信那個 那個不相信政黨 我剛剛講的 這幾個人 站在站成一排 手拉手 共同奮鬥 在不同的崗位上奮鬥 你認為有沒有後照力 對國民黨來講 他的制度必須要內造化 柔性化 扁平化 好 那朝向 內教政黨 柔性政黨 對主席 我的建議是 執政的時候 總統當然可以兼任當主席 在野的時候 因為非常辛苦 你想要執政 最好是專職 中常會 我上次提過一個案子 因為我覺得我們中常委 人數是可以精簡的 民進黨也不過就17個中常委 扁平化不是 就是整個都要扁平化 整個都要這個柔性化 上次我提過一個案子 那現在另外一個想法也可以 有朋友跟我建議 我覺得也不錯 把台灣分成7個區 北基 就是台北市基隆 新北 陶竹苗 中張投 雲嘉南 高平 台東跟李黨 他的黨代表各選一個 就選7個 一人一票 不要搞這個限制聯繫 我就討厭限制聯繫 然後換掉 那立法院的三長 我們的直轄市長 另外呢 可以訪民間的這個 獨立董事的方式 當主席 這個推薦三 那這樣的話呢 大概15加減2 就看你的直轄市長當選 15加減2 大概就是15個左右 這是中常委 黨公 立法委員 一個人 一個人貢獻一個啊 不知道中常黨部來啊 你現在立法院 一個人 起碼有6個助理啊 貢獻一個不行嗎 然後呢 黨部再從研究所 跟大學 海選200人 這叫雙百計畫 兩個百 這些黨 這些海選進來的年輕人 就是將來我們培植的人才 挑選最好 他們先黨工 先服務 先做政策研究 然後慢慢慢慢 他也可以選舉 在地方 就交給議員啊 或是公職員去經營 現在很多時候情況也是這樣 初選 我們現在經常初選的全部 每次不一樣 就上次總統就全部是開放 開放民調 我就主張 黨員佔一半 民調佔一半 黨員喔 我記得以前我號稱國民調 有兩百萬黨員 跟他們剩下三十幾萬 還有不交黨費 失聯黨員都盡量把他找回來 我們做生意都知道 買過你東西 顧客把他找回來比較容易 要開發新的顧客比較難 那兩百多萬 很多是失聯 把他找回來 有沒有困難嗎 我找回一百萬也好啊 我找回八十萬也好 所以將來這個初選 黨員也歡迎失聯 以前是黨員又回來啊 多多益善啊 今天我做你的黨員 選舉的時候呢 我連表達意見都沒有 他就搞民調 通通是電話民調 那我做黨員是白做的啊 黨員意見為什麼不能被重視呢 而且從以前來看 國民黨黨員的素質都非常高的啊 都是意見領袖啊 他們的意見為什麼不被重視呢 所以一半一半啊 我覺得黨員佔一半 民調佔一半 各佔一半 總統採用美式出選的方式 一個縣市一個縣市來 台灣一共才幾個縣市 美國總統出選可以搞一年 一個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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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既是宣傳媒體會注意 在玩的時候 一個民調一個黨員投票 哇這個縣市誰比他高誰比他低 一個縣市一個縣市來 那就是一種競爭 那就是一種造詞 那就是一種宣傳 為什麼不做呢 只有那麼困難嗎 義工非常重要 當年我去美國參加民主黨大會 來到旅館招呼我們的 接送我們的 安排我們 通通是大學的學生們 男生女生很熱心啊 義工本來就是一個政黨 而且台灣做義工的很多很感人耶 你到護工博物園去看 你到每個醫院去看 很多的義工 有年輕的 有退休的 在那邊給大家服務 因為政黨當然有義工啊 募款 各位我在新黨的時候 新黨那麼小 選舉的時候 每個候選人 我們都還給一定的補助 我離開新的 我交下去的錢用五千萬新台幣 有那麼困難 你這個黨 你只要你目標正確 選民支持 募款算什麼 怎麼會募不到錢 聽到說國民黨你是為了錢啊 我覺得很奇怪 有那麼困難嗎 但是選民對你沒有期待 你能夠滿足支持者的要求 我不覺得募款那麼困難 國民黨 必須要做 遇國重生的鳳凰 國民黨要成為年輕人的政黨 要為年輕人解決問題 要讓他們有幸福的環境 光明的前景 要努力建設一個公平的社會 要去除貧富不均 人人有公平上奸的機會 要重建文化至尊 高居中華民國的大器 號召大家的向心力跟愛國心 國民黨要做一個服務的證明 孫莊三先生有沒有得到成仙 我不知道 我希望孫莊三先生得到成仙 但是至少 孫莊三先生當年革命的時候 能夠號召那麼多的知識青年 我去查一下黃花鋼七色烈士 大部分是很年輕的留學生 從國外留學 還有三十幾個馬來西亞跟新加坡的華僑 他憑什麼 孫莊三先生一屆書生一個醫生 憑什麼號召這麼多年輕 因為我為什麼講這個話 說國民黨現在不能犧牲年輕 不能吸收年輕人 這奇怪 國民黨是靠年輕黨員起家的 當時就是靠這些年輕黨員 有理想有熱血 孫莊三先生也不過就是四句話 驅除達魯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 就是民族民權民生 我再講一個好了 我們問我自己慘不慘愧 民生主義 孫莊三先生一直講的 漲價回公 土地要漲價回公 我們做到了 以前爭十歲四十五十六十 現在變成二十三四十歲還打折 我在年輕的時候 我工作幾年 我可以在內湖買一個房子 不能在太好的地方 東華南路可能不行 內湖 景美牧障 三十幾個公寓 我可以幾年就可以買 現在年輕人做得到嗎 很多人常常人罵 他今天年輕就要住房子 就要買台北市的房子 他萬一當中 你那個時候比他現在容易多了 他比你難多了 難怪年輕人生氣 漲價真的有歸功嗎 那就是不勞而貨 我再算了一下 過去十年 我們的低價稅收了八千零三十八億 整個中央政府總裏算 中央政府總裏算 增值稅收了九千六百零一億 房屋稅收了七千零七十七億 一共過去十年 兩兆四千三百零九億 通常從土地得來的 跟房屋得來的 這錢拿去的 我主張取之於土地 用之於土地 拿出一部分來 幫年輕人解決住的問題嗎 這是從土地拿收到的錢 兩兆多是多大的錢 容積利率也控制在你政府的手裡 很多土地也控制在你政府手裡 你派人到新加坡看了多少次啊 新加坡百分之八十人 住在政府蓋的祖屋裡面 那台灣做不到嗎 根本沒有行銷座 怎麼會做不到 根本被利益團體阻擋了 怎麼會做不到 各位先進 我們正處在世界局勢激烈動盪的事 關鍵時刻 新冠疫情 低球暖化 兩岸情勢不尋常的升高 台灣已經站在戰爭或和平的臨界點上 我們必須以大力度 大破裂 大決斷 來回應前所未有 生殖存亡的挑戰 大家不要以為 我們是站在歷史的關鍵時刻 台灣原來是全球防疫的模範症 但是因為疫苗不及格 疫苗政策 所以可能將來會變成後短板 蔡英文對於後疫情時代完全沒有準備 很多企業倒閉了 很多人失業了 失業有多少呢 當然蔡英文很得意說 我們去年GDP2.98成長 看起來還可以 但是你知道我們去年失業率是3.85%嗎 四年來最高 去年12月 統計 失業長達一年以上的人就5萬3千人 這活生生的5萬3千人都沒頭了 2019年 台灣 這個前20%最高所得每戶213萬 最低的20%每戶 殺著5萬 35萬 差距6.1倍 是7年來最大 而且隨著疫情大家看好了 貧富懸數會越來越嚴重 政府一直想 哇我的股票創新高啦 超打破1萬7千戶賣點啦 可是沒有錢玩金錢遊戲的人怎麼辦 那個相對被剝奪感會更深的 現在我剛剛講已經有120個國家成果探中和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到底怎麼辦 去年下半年以來兩岸的緊張持續升高 蔡英文呢在中美的對抗裡面 毫無條件的讓台灣的命運變成美國鬥爭的籌碼 那台灣現在怎麼辦 世界上已經不能用那種舊的冷戰思維來解決問題 貿易已經變成全世界的這個各種的分工嘛 你看新冠疫情也知道 地球暖化也知道 國際必須要合作 不是像以前的美蘇這種對立兩個大集團 已經不是那樣的時代 台灣去年我們賺的中國大陸一千四百多億美金 兩岸能夠不談 能夠不溝通 能夠敵對 這不很奇怪嗎 我們怎麼能夠把台灣帶向戰爭 怎麼能夠把年輕人帶向犧牲 怎麼能夠把台灣的安定跟繁榮帶向毀滅呢 所以很多人說你要戰爭還是和平 各位 戰爭或和平從來就不是選擇題 你只有一個答案就是和平 戰爭不是我們的選擇 我們戰怎麼戰啊 只有一個答案 只有一個選擇就是和平 和平是國家領導人最重大的使命 是對人民最崇高的承諾 兩岸必須和平 民進黨繼續執政 繼續這樣亂跑下去 會帶來戰爭 只有國民黨執政 才能為兩岸人民帶來和平 但是民進黨現在掌控了 中央政府預算益的兩兆多 國一事業總預算益的兩兆多 掌握了媒體 掌握了網軍 掌握了1450 要打移民黨也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再講一次 不團結是不可能贏的 不戰鬥不奮鬥是不可能贏的 只要大家努力 我還是相信國父孫中山先生講的那句話 五星信息可成 則宜山填海之南 終有成功之 各位指揮先生 讓我們一起努力 把台灣停回來 把我們下一代的未來 停回來 謝謝